大家好 上节课呢 先大家介绍了 RTM中常用的一些标签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看一下 RTM的表格标签 那这节课呢 主要内容呢 很简单 就是表格标签 还有行标签 列标签 以及这些标签中的一些使用 然后呢 咱们还会用实验 来做一下表格 表格呢 在网站应用中呢 是非常广泛的 可以方便灵活的排版 那很多的动态大型网站 也是借助表格拍板的 但是这是以前 但是现在呢 都使用DIV加CSS 进行页面布局 表格可以把相互关联的信息元素 集中定位 然后呢 使浏览页面的人呢 一目了然 那在RTM中呢 表格需要使用 table属性 然后呢 行标签呢 使用TR属性 单元格呢 使用TD或是TH来定义 那么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 表格标签 table 这个标签呢 定义一个表格 是一个最基本 在一个最基本表格中呢 必须包含一组table标签 或者是一 还有什么一组TR标签 和一个TD标签 或者TH标签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先暂时给大家定义一个表格出来 table.rtml 好 我们打开 首先呢 我们来定义全局标签 表格的应用 好 好 全局标签定义完了 我们用表格 你只要你用笔和纸 用格尺 你能勒出的格子 咱们用rtm代码都可以勒得成 没有做不出来的表签形式 那以前的布局都用它 现在的布局都用DIV加CSS了 所以咱不用它布局 但是呢 服务器中的数据 如果说出来 还是用表格的 我们来做一下 比如说做一个这样的表格 用table标签 鞋-table 比如说TR 这是行标签 有几行就有几个TR 假如说我现在有两行 然后这里边有几列 就几个TD标签 而是定义列的 比如说 假如存个1 斜杠TD TD就存个2 假如说 增3 比如说30岁 年龄 年龄 假如说它的性别 是email 张3 cherry lamp.com 写上TD 我再定义一列 TD 比如它的性别 男 写上TD 这一列 那好 两行 粘贴复制一下 两行 三行 四行 五行 好 就让人数据 现在呢 我用table 勒了一个格子 你可以看一下 用table勒成格子 然后一个五行 每行里边 用TD定义列 TR标签 必须得在table里边 TD标签 必须得在TR里边 这个签套关系呢 不能混合 你不能说没有table 就有TR 或者没有TR就有TD 这是不行的 它们是互相必须存在的 那好 我看一下代码 在运行接入 我看一下 有T18 看呀 那张表格定位了 但是呢 默认没有边线 所以呢 我可以使用 table里边属性 来指定 那看table里边 有什么属性 可以使用 Alene 指定 也就是该 这个属性呢 用指定表格 在上一层标签中的 显示位置 它的值呢 可以有什么 左 居中 然后呢 右 也就是表示 分别表示 居中 是居左 居中或者居右的一个方式 默认呢 它是居左 然后呢 还可以使用 border属性 默认呢 也看到了 没有边线 这个属性呢 用于指定边线的宽度 可以使用百分比的形式 也可以使用固定值的形式 边线不能 边线就是像素单位值啊 宽度是 可以指定宽度 也可以指定 高度 然后这里边还有属性呢 比如说 可以指定 这个 用于设定表格 单元格之间的一个间距 假如使用这个 属性呢 用于指定表格 单元格 与单元边框之间的一个距离 这个单位呢 就是像素 这两个 那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分别看一下这几个属性 假如说 我现在用表格的边线 比如说 等于 1 然后我们看一下表格的 边线 边框就有了 但是呢 这个边框呢 你看一下 觉得放的宽度不够 宽度 可以用百分比 也可以用固定值 比如说 800宽度 那他就有宽度了 你看800宽度 那假如我想要它居中 用什么 等于 CNTR就会居中 你再看一下 表格居中 然后呢 假如说我先指定 默认这个表格 虽然我指定这些属性 但是默认表格之间间距呢 是有一些距离的 表格 什么距离呢 就是表格与表格之间 你现在去掉边线 它会也会有一些距离 第一列之后 为什么这么宽呢 咱们看一下啊 每个第一列 咱们都少了一个梯 少了一个斜盖 好 这回呢 就不会有了 看看就不会有了 那假如说 我像里边 原来在最早布局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一下啊 像这样的圆角 它最早是怎么布局的呢 是这样的布局的 我用画图来表示一下 这是一个栏目 然后它为了分清楚 它现在在这 这是栏目上面勒成一个格子 这最早的布局方式 现在都已经不用了 用DIXS 然后这块一个竖线 这块一个格子 然后呢 这块又是一个格子 这样呢 放软角 圆角的时候 就放了三张图片 在这放一个 左圆角的图片 在这放一个右圆角图片 中间再放一个整个的背景 可以拉伸的 那就是 这样的一个圆角 就放上去了 当然咱现在不是这样做的啊 但是放的时候呢 会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呢 默认它是有一个 格子与格子之间 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默认是两个像素 这样的话 两个中间就空起来了 所以咱必须得把 这两个像素清空 所以咱们把默认的 那个中间的像素清空 用什么呢 用这个 比如说是 CLSPACNG 用这个属性 比如说青城零 这样的话 默认格子之间的那个距离 格与格之间的距离 就没有了 你看 是不是就变成单一的一种变线了 格子与格之间距离就没有 默认它是有两个像素的 那未来你看到效果 比如说我指定十个像素 你就能看到 它多宽了 这样 这样宽 这是默认之间 格子与格子之间距离 那还有一个属性 什么呢 就这个 这个属性呢 用定义表格单元格 内容与单元格之间变化的距离 比如说 你假如说觉得 这个内容离别人格的距离太近了 我想它稍稍远一点 那怎么办呢 比如说指定十个像素 也是 这边再看一下 你看 内容 比如说三十离这个边距 上面离上面离上面边距 就会一定距离了 而通常我们在做成绩的时候 都是将这两个怎么的 十上零 十上零 是这样做的 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 BG Color 背景颜色 属性 假如说背景颜色是灰色的 灰色 这个代表 就稍稍一点灰色的 你看一下 表格是灰色 我刚才把那个都变成零了 灰色的表格 刚才都变成零了 所以呢 距离变得很近 这个 当然这个表格除了有这个 灰色表格之外 还可以试试谁啊 边线的颜色 BORDR 边框的CORR 边框的颜色 比如说是红色的 RED吧 直接红色的 边线是红色的 而这红色的边线 咱们还可以设置什么呢 假如说你把这想成是一个小太阳的话 照到地方分为什么 亮的边框 那没照到上面暗的边框 还可以设置边框由这两个组成的 当然这些属性都不用记 咱们都可以用样式来获取 比如说BOR DR CORR RIG HT Border Color Red Light 好也没错 比如说DR EIN 绿色 你看上面能照到地方全绿色 那假如说暗地方呢 那我可以怎么办 比如说BORDR 边框的颜色 DRK 暗的地方 比如说它是黄色 那整个边线就是由黄色和绿色组成的 黄色和绿色组成的 是这些属性 当然这个属性 咱们是可以怎么的 咱们这些都可以用样式控制的 我先写完之后 一会我会用样式给大家控制一下 它的外观 那会效果更好一点 这是Table里边属性 对Table标签的属性进行更改 就会对整个表格的标签属性进行更改 这Table标格的 那这里边我们再看到 有Table标格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有什么 我们再建一个页面 还需要有一个 专门定义标题的一个 定义标题的表格 那怎么个定义标题的表格法 怎么定义标题啊 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的标题 我们是用H1 假如说这话 我的表格 -H1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放在中间 这样的话 下面表格也放在中间 你看这个 这样就有标题来了 我的表格 但是呢 它不会随表格的移动而移动 比如说我这话 Left 靠左 这我们再来看一下 表格靠左了 但是标题还是剧中 因为它是分开的 所以想要把它写成一体 那我这里边就使用什么标签啊 CAPTLN 这个标签 就用于定义表格的标题位置 可以由Elin这个属性 和微Elin的属性来设置 也可以设置它的 它这里边也有Elin 微Elin 微Elin是垂直距离的上中下 来设置位于文档的左啊 中啊 用啊 微Elin设置它的什么上方啊 表格的下方 默认属性的位置呢 由于表格的 默认它总是居中于 在表格中居中的 所以呢 这个标签呢 一般的放在 放在TR标签之前 标签之前 这样的话 假如我用这个定义表格 你看一下 我在这里边 它必须放在table的内部 放在 table的 内部使用 好 你看这里边 CAPTLN 专门定义标题的 斜盖 CAPTLN 然后这里边 我还是用H1做标题 你看啊 我的表格 好 这个你看一下 显示的效果跟上面一样 但是它会随位置来会走 假如说 这个表格是居中的 CNTR 现在变成居中的了 那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 跟着居中了 默认会随着表格走 当然我也可以让这个标题 在左边显示 在右边显示 就用额力来处理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成我们想要的位置 这是这个标签 定义标题用的 专门用来表格里定义标题 因为每个表格都会有标题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除了有标题之外 我们还要有什么 这个TD的时候 我们定义TD的时候 还有还有有列名 那假设我这定义一列 TR 斜杠TR 假设这 这还是用TD的话 你看这是编号 然后这是姓名 然后这是年龄 然后这是电子邮件 然后这位性别 你看一下 和表格内容没什么区别 所以呢 所以呢 咱们就专门有什么 TH标签 用于定义这个列 比如说把这给成TH 好 定义完TH了 这个我们再看下表格的效果 你看下 TH是专门用来定义谁的 我记录一下 自断名字 自断标签 可以这么说 那就是谁啊 TH TH 它和TD的 用法一致 和TD的用法一致 只不过 只不过 它有什么特点呢 TH 它用于表头标签 表头标签一般的都是位于航手 或者手链 标签之间内容呢 位于单元格内的标题内容 其中的文字是以初体居中显示 它和TD的区别就是 它中的文字 是以初体 居中显示 居中显示 我们看一下 这种就是初体居中显示 当然我们用TD标签呢 也可以改变TD标签的属性 来达到这一点 但是比较麻烦 所以呢 咱一般的是列名 因为表格必须都有列名 咱们使用这种方式 居中的 来完成的 使用TH完成 当然TH不光是这么做 我还可以把它怎么做 还可以用它做列名 比如说 假如我再建一个 你看一下 这一下子的 看别般做的实例 比如说39目录下的 Shop目块 应该有点 P2P下边的 Shop目块 38下边吧 39下边的 后台 比如说咱们做一个这样的 这是用表格勒出来的一个界面 上面的是用TH做的 这是表明 这是一种 假如你看我天价商品 你看一下 这什么 这个也是用表格勒出来的 这是表明 而这边是TH 这边是TD THTD 你看一下 我给你查看一遍代码 你会看到 TH商品名称 TH价格名称 然后下边TD是表单 所以呢 那不光是做表头 你可以竖着做也可以 反而主列表 在主列表里边 这些是表头 当然我用样式修饰了 一个外观 是这样一个商品添加的一个列表 都是用表格做出来的 所以TH不光是横着用 竖着用也可以 它就是跟TD的区别 就是居中加出 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 以出体居中显示 它的用法和TD一致 咱们讲TD的时候呢 再详细的去说 那看一下行标签 行标签当然就TR了 TR标签 这个标签呢 定义了一个行标签 表格呢是按行和列组成的 那一个表格呢 有几行组成 就有几个TR标签 那一组行标签呢 内呢可以定义多组的TD 或者TH标签 行标签呢 用它的属性呢 直来修饰 那属性的都是可选的 比如说它这里边有额令 水平的左中右 微额令 垂直的上中下 它可以有背景颜色 比如刚好换色 都可以用这个 来做 假如这里边 让这一行 有力 让它CNTR 让它居中 让这一行 背景颜色 等于 背景颜色等于 绿色吧 让它特殊化 你看一下 这行居中的 背景颜色等于绿色的 对整个一行操作 这些属性 都可以 那假如说 假如说这个行比较宽 那你让它顶 底 中 居中 也可以用微额令 比如说 用它是top 顶 那我就得给它一个高度 它有高度 比如说是 80 然后它就靠顶居中了 看一下靠顶 如果让它要居中 怎么办 middle 居中 那靠底呢 那把它靠底就可以了 它有这么几个 比如说 我再让它靠底一下 因为左中用 咱们知道 使用right center 还有left 靠底 使用比如说 bottom 靠底 都是可以的 这是tr标签的 一个 一种用法 tr标签的一种用法 里边的属性很简单 那我们来看一下td标签 列标签 列标签当然有td和th th和它区别就是 处底加深显示 那么修设td标签呢 我们也是有属性的 它肯定有宽度 高度 然后呢 额令跟刚才一样 左中右 它有三个值 左中右 左 center 中 右 也有微额令 那微额令就是什么 top 顶 middle 然后呢 底 跟刚才那行标签 右这两个属性是一样的 这里边呢 咱们重点要学 这个 分成几列 任意的分列 任意的分行 这两个属性是重要的 咱先说一下宽度和高度 假如说 我想改变这个表格 假如说姓名的 这样吧 编号的宽度 那你想象一下 这个行的宽 这列的宽度 我只要改 我当时改一个表格的宽度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行 当然会了 所以呢 在一改变一列的宽度的时候 你只要改任何一个就行了 比如说把这个宽度等于 50 你看整个一列的宽度都会变成50 整个一列都会变成50 那假如说我把这一列的高度 改成40 那整个一行的高度都会变 所以呢 咱们指定一行的宽度高度 或者什么 每一个列只要指定一个 其他的跟他在同行的同列的 都会跟着改变 这是TD的标签 TD的标签 当然我们最主要的是这个 如何分成几行几列 现在假设 假设再多两行 看一下 多了两行 这表格 现在我想用这个张三 占三行 因为你可以任意的雷格子 占三 不占三列 怎么占 那假设我只用这就可以了 在这个里边的张三 占三列 怎么占呢 COR LSPN 指定列数 比方说指定三 那你可以想一下 原来是一列 现在增长到三列 多了两列 那么整个这一行里边会被挤出去两列 你看 这块 他的确占了三列了 但是挤出两列 所以呢 咱们要把 要保证列数的一致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边 其他的 也就是同行里边的 其他这两列 我们要删除两列 保证 保证 他的整个表的行数 列数 统一的 一个矩阵的形式 现在还能保证是 五列 你看一下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怎么的 他就可以占三列了 那假如说我要占三行 当然任何一个都要占三行 使用ROWSPN 等于三行 那想象一下 他占三行了 那下边呢 这两个里边 是不是都会挤出去了 你看 挤出很多呀 所以咱们也要删掉 下边这行 删掉 也要保证几行几列 这大家看一下 删心 好 那就这个 这一个字段 占了三行三列 那我们用同样的办法 可以勒出 各式各样的一个表格来 这就是 TD的一些属性 我们常用的 那好 我们先保存一下 1.2TMR TB1 那下边咱们看一下 表格之间是可以互相嵌套的 假如说 同样的一个表格 当然这个 咱去掉了 你看 同样表格 原封不动的 我可以把它怎么办 看周西 我在这个里边 在我们占三行三列的那边 这个里边 我把同样的表格 粘到这里边来 但这里边好像太多了 我去掉几个 你看这里边 TD里边又加表格 那表格里边还可以加表格 都可以无限制签套 我签到一个小表格就行了 那这个宽度呢 我也不让它800了 我让它是 500吧 当然呢 宽度呢 如果装不下呢 会自动延伸 你看这个 小心一下 在表格里边又装了一个表格 我的表格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指定几行几列的形式 或者是 几行几列的形式 或者是表格签套形式 那你需要的格子 都可以累得出来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几个属性 这是TD里的属性 加上去列 这就是我们表格的内容 通过这个指定 这里边的属性 列的属性 行的属性 字段的属性 标题的属性 就可以定义这表格 当然有的表格里边 为了分别给样式 还可以怎么办 像表格的这个地方 就可以把它设成什么 THead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单独给标题的一些样式 斜杠THead 跟网页一样 有头有体 那下边就是什么 TBody 表格的Body体 下边是体的部分 斜杠TBody 这个也算在头里边内容吗 还可以有这几个属性 现在你看着效果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咱们给这个通常是用样式 这是表格之间天道和属性 而咱们以后工作中的表格 咱们只要你记 table TR TD 然后其他都不用管 只要记住这几标签名 属性基本不用记 咱们可以用样式完全可以改 比如同样的表格 我给你改下样式 比如说再搞成一次 每次代码我都给你留着 你看啊 咱这里边 我把它的所有的属性都去掉 所有的属性都去掉 然后 回到最原始的一个表格 几上几列 table里面没有属性 行里边这些我都不要属性 但是有一些属性是必须的 什么属性啊 就是指定多少行 站多少行 站多少列 那这个呢 咱用TD里边的 CLSPN 站多少行 多少列 RWSPN 站多少行 这里这个属性是必须的 必须写的 这些得记 但是外观的东西就不用了 现在你看 这表格又回到最原始状态的表格了 对吧 那现在我可以怎么办 我用样式来调 你看效果会更好 当然样式咱们后边会单独的学 我先给你改一下 你看一下外观 比如说TBREtable 这个我定义它的宽度为800 定义它BRDR边线 等于一个像素的宽度 实现的 然后GR1绿色的 好 你看这边框就有了 宽度800 然后呢 边框是绿色的 然后呢 我用它ALI金 这个不能在这里边 因为它在包地体里边 所有得先给包地体 文本 CNTR放在中间 你看一下 它现在就会聚中 聚中了 然后说这个 我只给Table是一个外部 从广结一个 一个边框 那我可以怎么的 让每个列TD和TH 也有边框 假如说 BRDR 也是一个像素的 然后实现 假如说也是绿色的 你看 就都有边框 然后说这个边框 之间有距离 怎么办呢 在表格里边 咱说默认 它有两个数项度的距离 这肯定的 BRDR边框的 这 让它去掉 使用这个值 去掉这个边框 默认的边框 你看 这样边框效果要好看一点 那假如说 第一个标题 假如背景颜色 我让它特殊化 假如说 让它的颜色 里边字体颜色 这样 让TD TH特殊化 让TA 它的背景颜色 背景颜色 假如说是灰色的 让它的里边 字体颜色是白色的 看一下 灰色的标题 字体颜色白色 这是用样式控制的 那每一行 什么颜色 也可以做 比如说TR 让它的行 什么颜色都可以 都可以用样式来调的 所以这样的效果 会更好一点 所以呢 表格里边原来的那些 属性的 你就完全可以 不去使用了 像这些外观高度 宽度的都可以不用记 额令呢 V额令 都可以用样式调的 这两个属性呢 你要记住 因为用样式调不了 这个 分成几行几列 这个呢 是它原来的属性 TD里边这个属性 我们要记住就可以了 你看呀 跟我们 这里边说 商品管理 类的格子是不是一样 这个就是用样式 格的 后边咱们 去做的手动式 这些都是用样式 去做的 格上换色 就给TR的颜色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总计下 这几个我们要掌握 表格标签 行标签 列标签 以及它们的属性 这几个就到这里 这几个比较简单 也是咱们以后期常用的 但是布局 我们不需要表格了 好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